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造软子的 软子是从软巢里面制造的 每个女生都有一对的软巢 软巢我们甚至为是overry 左边跟右边 为什么上天给我们两边软巢呢 一边坏了还有一边做backup 所以这个软巢对女生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软巢每个女生 当她妈妈生她做baby 生出来的时候 就给了她一堆软巢了 所以软巢的数量 当你一生出来 已经被set好 已经被set了 被set了的那个数量 大概一个baby 女生的baby生出来过后 她的软巢大概会有一到两个million 当那个女生成长的时候 进入青春期 我们讲HU puberty的时候 那个软巢只剩下25% 就所谓的剩下300到400千左右 所以每个女生的软巢的数量 都是有分离的 这样有veries的 有的比较多软巢 有的比较少软巢 每个月 我们女生的身体 都会有消耗多个软炮 不只是消耗一个软炮 很多人讲 我每个月只是排一个软子 为什么讲会消耗多个软炮呢 她的概念 她的principle是这样子的 每个月 当女生来月经的时候 她都有一堆的蛋 在准备着 我们的身体 通过荷尔蒙的那个吃剂 都会选其中一颗最好的来成长 发育 过后排卵 如果卵子遇到精子的话 就受精 就成为胚胎 就着床 就成为baby 如果没有受精的话 整堆的蛋 就会随着下个周期 月经来的时候 就被排掉 所以每个月 女性都会流失一堆的蛋 不止一个蛋 所以当你的年龄越年轻的时候 你的卵子越多 你的卵子越多 你越年轻 你的品质 就越好 所以有一句老人家常说 上载油产民和上 就讲 你的越年轻 你的蛋的数量好 你的品质也相对的好 OK 这就是每个人都讲 我丸子少 是不是代表比较早停经 可以这样讲 因为每个月 你都会消耗一堆的蛋 但你的蛋消耗到七七八八 剩下那些没有功能的 你就会慢慢的 会越经 越经失调 会停经 有些女生 会在四十七岁 比较早停经 有些人会在五十岁的时候 停经 这个差异就是 当你的身体里面的卵子被消耗完 它就会停经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卵子跟年龄是有一个很密切 很紧密的一个关系 那么 其实 说到说动软 其实动软的理论的话 它基础是什么呢 它为什么它就动起来 它就不会老化了吗 很多人讲动软 什么是动软啊 动软是不是把那个卵子拿来 放在冰厨就可以了 其实动软这个科技 大概有超过十年以上的历史了 动软就是把你的卵子取出来 我们冷冻起来 冷冻起来 就这样放在一个时光的胶囊 把它定格 不要给它继续的成长 刚才我所讲的 卵子跟年龄是有很密切 很密切的一个关系 所以当你动软这个概念 就是当你年轻的时候 就是把你的卵子 先从你的卵巢取出来 过后我们先冷冻起来 所以为你自己 为你另一半 做个晚上的那个 以后的规划 是怎样讲的 当我们这个 比较modern的时间 很多女生都是持婚 持生孩子 因为年轻的时候 要为自己的事业 要充斥自己的事业 所以把生孩子这个概念 都会放在可能三十多岁 四十岁才来做一个打算 所以有了那个动软 你就可以把你年轻的蛋 先存起来 年轻就代表你 越来越多蛋的数量多 你的品质 你的质量 就是跟着你年轻的蛋 先把它动起来 如果当你以后要用到的话 就它的那个效果 制造那个好的胚胎 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 有很多女明星 都已经把那个卵子动起来 像林志玲 许晋雷 易选等当红的明星 她们都已经公开的表示 把自己的卵子动起来 但是动卵 其实是女明星的 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女明星的游戏 其实动卵是适合哪一些的类型的 哪一群人的女性呢 什么群体会需要到这个动卵 其实动卵 对啊 动卵是好像在国外 是好像一个趋势了 很多明星 因为要聘自己事业 年轻 他的事业在高峰 他们没有可能这样放弃 他们现在拥有的那个事业高峰 就无端端去生孩子 就放弃他的一切 所以动卵这个技术 就好像是强调这个女人的生育功能 如果错过了这个年轻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的好的品质软动起来 以后后悔要到40多岁 要建立家庭 要生孩子 那时就有一个后悔了 所以能生的时候就不想生 想生的时候就生不出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动卵 哪一个群体是需要动卵的 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好像我刚才所讲的 事业型的女生 如果女生要冲事业 无法在事业上的期间 生怀孕 生子 这职场上的 通常都会女生在30多岁 所以就过来 就有动卵这个医院 所以要先把你的卵子先动起来 以后遇到你的Mr.Right 想要生孩子的时候 就可以把你动起来的卵解冻来用 第二个群体就是 有关系爱情 怀孕生小孩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当然要配合另外一半 有时候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要遇到好的对象 当那个女性到了四分年龄 还无法找到适合的另外一半 Mr.Right找不到 或者还没有结婚的计划 这时候 那些女生可以考虑 把她们的卵先动起来 毕竟我们样貌 可以一直保持美丽 人可以一直维持健康 但是卵子会随着你的岁月 慢慢而流失 这是第二个群体 第三个就是 处置于健康方面的概念 所以有我们的环境的污染 疾病 或者有特定的遗传疾病 导致影响女性的卵巢性功能 减早衰 现在早衰 卵巢早衰症 越来越普遍了 在我的城市 大概30多岁的女生 她的卵巢功能 就好像是40岁的女生 等下是40岁的 等下是45岁的女生 这些区域 都是由于环境的因素 或者是个人的生活作息的因素 所以年轻时的卵巢的数量已经很少了 到了生育年龄可能会更加难怀孕 所以甚至有些人到要做IVF的人工受孕的条件下 也无法可以很顺利的那个怀孕 所以冻卵是他们可以尽早可以保存 可以保存他们的生育能力 先把他的卵先冻起来 所以这些还有另外的是 如果女生有那个卵巢的 接受卵巢手术 有Cancer 都是可以把你的卵巢先冷冻起来 过后才去做你的那个治疗 过后当以后你有需要用得到的话 就可以把那个卵子解冻 就可以生到一个健康 希望可以生到一个健康的那个宝宝了 原来是这样子 很多人其实没有想到 原来做Cancer之前 做Cancer做治疗之前 要先想到保护自己的生育能力先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 我先做了KIMO 然后没有想到生育的问题 原来其实应该要在开始癌症的疗症之前 都可以先想想怎么保护自己的生育能力 不要因为癌症的那个疗程影响到生育这样子 那么其实冻卵的最佳年龄是什么年龄呢 很多人说越早越好 那是多早 或者什么年龄才算迟了 不适合冻卵这样子 所以冻卵的最佳年龄是在于25岁到34岁了 我们讲这个环境时期了 因为那时候你的卵子的数量会比较多 还有你的品质会比较好 因为女性一超过35岁 你的生育能力的potential 会明显的下降 一超过35岁 这是一个女性的那个 好像一个biological clock 一个生活 生理失踪 生理失踪 对生理失踪 35岁以后 你的就会生育能力直线下滑 卵子的品质每过一个月 就好像过一年样子 所以冻卵最佳年龄是 以我来讲是最佳是在30岁了 可能25岁太年轻了 还没有想到有这个概念 可能30岁 当然经济能力有了一个基础 要规划人生 下一半步要这样做 那时候就可以考虑冻卵这个技术 还有这个概念 那其实冻卵是有什么步骤呢 我们也有观众发无问题了 冻卵是不是像IVF这样子 需要打排卵针呢 其实它冻卵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只是它的分别就是我们取了你的卵子过后 我们就把它冻起来 没有做下一步的流程 OK 它的冻卵要做什么检查呢 就是 首先 那个女性需要过来我们的 Center 做一个生育的检测 我们会帮她做一个超音波检测 她的那个卵巢的基础卵泡的评估 第二 会抽血检验她的MH 就像那个卵巢的库存量的指标 还有其他的荷尔蒙 有需要的话 可以检查 一起检查她的那个荷尔蒙的指数 接下来我们依据做了扫描 再加上血液的那个报告 来做一个评估 医生会依据她的本身的软巢的功能 是否正常 再安排她下一步的那个流程 接下来流程就是要出牌打针 出牌打针就是开始 打那个 做那个 stimulation program 这样是打那个 荷尔蒙针 这样是月经第一天或者第二天开始 就需要打那个荷尔蒙针 荷尔蒙针是把你 那个周期所standby的那个 软炮全部把它 boost up 给它成长 就是大概打了两个星期 12到14天 当它的全部荷尔蒙针长大 接下来我们就打一个排卵针 排卵针达了36个小时后 就做那个取卵的手术 取卵的手术是 是需一个好像DK 一个DK procedure 是全身麻醉的 所以女生是没有感觉到任何痛楚的 它是我们的就是 从它的阴道 放入一个 一个长长的针 那支针就可以浸透到它的卵巢里面 把它的卵子全部吸出来 所以那个手术是没有任何 肚子没有任何的伤口的 只是有一点点下体的不舒服 这个过程大概是20到30分钟 取了卵子过后 当病人苏醒过后 休息一两个小时 休息一两个小时 就可以decharge回去休息了 当那个卵子取出来过后 我们的胚胎家就会检查 那个卵子是否有多少颗 是否是成熟的 成熟的蛋 我们称之为它是M2 这个是Scientific的名字 我们就把成熟的蛋冷冻起来 这个就是冷冻的最基本的检查和步骤 好的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 其实刚刚有提到 刚刚的那个问题 那个话题有提到 就是刚刚KEMO完半年 它是和动卵吗 这个 OK 看KEMO就是要配合你的那个 是看你是什么 什么cancer了 是做什么治疗了 你的KEMO的疗程 是否已经完成的那个整个的流程 还有也是要经过你的那个oncologist 那个肿瘤科的那个医生的意见 是否你可以进行这个动卵这个流程 嗯 好 那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 动卵它刚刚说的那些流程有麻醉等等 动卵是有什么风险吗 OK 动卵的风险是可以讲很低啦 它的风险很少 除非你是那种属于比较多卵子的 好像那种是多卵巢总和症的 PCOS的patient 所以你的卵子比较多 当我们取卵的时候 就会取到比较多的蛋 取得多的蛋过后 你就会有一种 我们讲过度刺激的那个状态会出现 我们所称之为 它会是OHSS Hyper Stimensional Ovidian Syndrome 这个OHSS 它是可以 如果处理到不好的话 它可以 可以有生命的危险的 就是这个OHSS 医师会根据的病人本身的体质 来做一个那个打针的那个DOSAGE 做一个调节 所以然而用的药的DOSAGE 还有我们做的TRIGGER的药物的选择 都会做一个调整 然而减低这个OHSS的发生 那取卵的这个触排到取卵这个过程 很多人都会担心 我打了那么多浩尔文的针 会不会导致我更年期提前 就算是做IVF的患者 他们也会有这个问题 会不会打了触排针 导致我的更年期会提早呢 这是不会的 好像我所讲的 因为我们每个女生 那个周期都会有一堆的蛋 在stand by 我们做IVF或者做动卵 就是把你那个周期的那堆卵子 全部给它成长 我们就是取那个周期的那堆蛋 我们不能打针是取下个月的 或者后个月的 或者一年后的卵子 所以我们只是取那个周期 原本你本身的那个固大 那个固大 所以它不会导致你比较 比较早停经了 这是一个迷失了 那么冻卵是一定能够保证 我将来我一定能生孩子的吗 我一定IVF可以生孩子的吗 你医生没有讲100% 一定的 我们也是要看你们的那个卵子的品质 像我之前所讲的 卵子跟女生的年龄 是有很密切的那个关系 你越早把你的卵子动起来 你的那个卵子的品质 就是根据你动卵的那个年龄 你越早动起来 你的Quality越好 当然 如果要做那个胚胎 也是要看你另外一半的精子 的数字好不好 如果你给一个 你另外一半的那个虫 不大 要死要死 如果要做IVF 当然它的成功率没有这样高 配对出的那个胚胎的品质 也相对的没有这样好 所以很多因素 我们需要去做考量 不过你先把你年龄的蛋动起来 这对于你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我们讲保障 或者买保险的 买个保险这样子 那会不会说 如果我现在已经超过35岁了 我想要动卵 那会不会我可以触牌几次 存多一点卵 这样子我的机会会比较高 有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呢 你这样子说法是对的 因为当每个女生的年龄超过35岁了 她的卵子的数量 品质都会比较差 有一个报告 如果我们建议了 如果35岁以下 你至少要存15克到20克的那个mature egg 那个卵子 成熟的卵子 如果你是超过40岁以上的话 你需要冷冻 30到40克的蛋 才足够你以后 有机会 比较高机会 得到好的那个胚胎 正常的那个胚胎 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多呢 要多40克成熟的蛋 这样不是要做很多人 不能避免的 就是因为你40岁才去做动卵 你的卵子就是跟着你40岁的质量 当你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身体的基因 那些DNA Mutation 全部有缺陷 就是这种会拉低你的那个卵子的质量 所以 以一个调查报告来讲 如果你要得到好的 正常的那个卵子的质量 40岁以上 至少需要冷冻 30到40克 换句话说 就是你需要做 甚至做两次或者三次的那个冻卵的那个 那个 那个cycle 才可以够存到这么多的那个卵子 那么对于想要做冻卵的女性啊 她们在做冻卵之前应该要有什么保健品 她们可以吃啊 来获得更好的卵子吗 当然这个如果你要你的卵子好了 我们讲 养卵 养好你的卵子 当然是首先要从你的生活作息开始咯 你的生活是如何的 有没有早睡啊早起啊 还是你每天是熬夜的 每天有酗酒啦抽烟啦 那时候东西会影响你的卵子的质量 当然吃保健品 保健品不是 不是100%吃了过后 你的卵子的质量就想 哇 从不好突然间变去好去 它不会从0去变成hero 这样子啦 它是需要很一段时间 你吃那个保健品啊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当你每个人的体质 对于那个保健体的接收度 是高或者低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建议女生 如果要开始IVF或者要动卵 我们会建议你吃 某种的保健品 来增加你的那个卵子的数字 第一个 我们会建议你吃那个Q10 我们讲Coinzyme Q10 它会可以 这样好 Improve那个卵子的quality OK 第二个 会建议你吃那个Vitamin D D的维生素 这个也是会改善你的卵子的品质 其他的 有很多啦 实际上像其他的保健品啊 也是可以 可以try啦 很多我的 patients也是有吃 一种好像DHA 好像那个多软症的 还有吃那个Inositol 还有吃那个Acetyl-L-Carnitin 这种还有吃那个Serenium 很多很多啦 不过我们建议比较有看到成效的 就是Coinzyme Q10 跟那个Vitamin D 这两种是必备啦 其他的Supplement就看你个人的喜好啦 要不要吃啦 嗯 这些Supplements啊 做西上的照顾 就算是不是做动卵的 做IVF的也需要很注意哈 那么如果我们走过了这个出牌 取卵这个流程了 卵子它其实可以储存多少年呢 万一我五年十年都找不到我的Mr. Right 怎么办 OK 卵子是没有限制的啦 你可以存一个月 你可以存一年三年五年 甚至可以动一辈子 都没有问题了 因为现在的那个动卵的科技 已经可以把你的那个卵子 停留在那个好像冷冻 停留在那个时间点上 当我们没有解冻的话 它的品质都会保存在那个状态 当然我们也是不建议你存三年啊 五年啊 十年啊 我们建议你动卵 女生尽量于35岁前进行动卵 你在45岁前就完成你的生育了 这是我们给的建议啦 嗯 那么我们把这个存进去的话 会不会说我的影响我的那个卵子的质量 因为就好像我把肉放去冰箱 我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新鲜啊 我也担心我的卵子可能十年后 它就那个质量就不好了 因为我明明35岁的质量 拿出来就不一样的质量了 对啊 好像那天我听到一个买菜的Andy讲 我的顾客只是吃新鲜的鱼 冷冻鱼是不新鲜不好吃 就这样他就用很多这个概念就可以把它用在冻卵 冻卵我要新鲜的卵子会比较好 冷冻的卵子它的品质会比较差 会不会有这种的问题出现呢 就是这个目前我们本院用的那个冷冻的技术 我们讲称为它是那个快速冷冻玻璃化的冷冻技术 Cliotech Technology Freezing Method 这个是全亚洲市最最顶尖的一个冷冻的技术 它是源自于日本的科技 通过这个Cliotech Freezing Method 我们可以担保你冷冻的卵子 即使是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 你要用的要解冻要用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保证它最高的那个苏醒率高达超过90%以上 这个是我们本院可以给到的这个肯定 因为这个会不会影响那个卵子的质量单 让你解冻那个卵子 是对于你用的那个卵子冷冻的技术 有非常高的那个关键 我们讲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那其实在实验室 他们是如何照顾我们的卵子呢 他是有说多少度来保护我的卵子 或者说会不会有一天如果实验室停电了 我的卵子就完蛋了这样子 会不会有这样子状况发生呢 在实验室 会的 会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 还没有做那个IVF 或者冷冻的疗程之前 你要先对那个你要去做的那个 IVF Center 要有绝对的了解咯 最重要是要了解它用的科技 还有它的技术 这种种的因素都是最主要的关键 好像你讲我突然间没有电来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 Electric Electric Trip 时常发生的在马来西亚 没有那个backup plan 的话怎么办 但卵子不是全部死完了 这个本院用的这方面的应对措施 是有做一个backup plan 所以你们已经在我们 alpha IVF 所做的那个 IVF 疗程 有冷冻的胚胎 你们可以放100个型 因为我们有我们应对的那个措施 当然是冷冻的那个技术就是 它是比较technical的比较复杂化了 就是它不是 好像普通人讲 把你的卵子 成熟了 我们就好像放进冰煮 这样子 放一个container 放进冰煮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它的冷冻的那个技术 用的鱼器 用的technology 它的那个冷冻的 reagent 全部都是 very specific 不是好像普通人想的 把它放在冰煮那边就可以了 它的用的 好像嘉一所讲的 它的reagent 用的technology 它的degrees Celsius 是要在minus 少过196degrees Celsius以下的 那个长期的保存 我们讲的是 Hetrogen Oxide Tank 好像一个氧气箱里面 我们全部把那个卵子全部冷冻 放在里面 如果大家有想要更了解 这个胚胎 我们如何冷冻的话 我们 嘉一 我们可以做下一场的 那个live 好 下一场我们专门说这个冷冻的技术 来个胚胎价上来解释一下 嗯 好 其实很多人也会问 这个冷冻卵子的费用是不是很贵 我们也知道很多明星都在做这个冷冻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是只有女明星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疗程 其实不是的 嗯 目前呢我们Alpha IVF呢 是有做promotion for 这一个冷冻卵子 我们的这个promotion呢是 一万八百 一万八百 然后就可以完成这一个冷冻的疗程 就是你可以保障你以后的一个未来啦 有时候我们又要想去拼我们的梦想 可是又不想拿我们的那个未来做冒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多一个方法让我们去考量这样子 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里有问的问题 嗯 这个是Vinnie Chang的问题 God Period Flow means God Ovulation 是不是啊 这个 这个Statement不代表完全错误啦 通常你有来越紧 你都是会有排卵的 不过有少许的女性 你有来越紧 也是不代表你有100%的排卵 这怎么讲啦 不要乱啦 所以如果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 月经来 90%的女生 是有排卵的 如果你的周期是 regular的 规律的 有限女生 她是来越紧会比较迟点的 她越紧会来 不过还会比较拖 比较迟点的 这种 这种部分的女生 不代表她100%有排卵 因为当你的软 你的那个 这个子宫的内膜 开始变厚了 她已经称脱不到的厚度 即使你没有排卵 你身体的那个 那个荷尔蒙的影响 也是会导致你来越紧 所以这个 statement 可以讲对 可以讲 不对 不是有 不是讲 有来越近 就是有排卵 只是有 90%的女生 会排卵 嗯 就是说要知道自己有没有排卵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找医生 做一个 Fertility Assessment 我们现在 Alpha IVF Fertility Assessment 也是有 就是200块的一个 Fertility Assessment 就是有包括 Doctor Consultation Scanning 还有男神的那个 Siement Analysis 再加一个 就是有一个 complementary的 一个 来自1TCM sponsor的一个 Checkout Counseling 这样子 然后 下一个question 来自Snowy Doctor Lam 请问 动卵方法 Cryotech 和KitaZato 方法是一样的吗? Alpha的 动卵方法 和其他的Fertility Center 有什么分别? Ok Cryotech 是我们 本院用的 那个 动卵的技术 KitaZato 也是另外一个 动卵的技术 它两个都是 源自 日本的科技 就好像 你喝一种 汽水 汽水有分很多种吗? 你有喝 那个 Cococola 喝Paxi 他每个人 每个人喝的喜好 好像不一样 他制造的过程 也是不一样 所以 这是 看你的 看你们 看你们用的哪一个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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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那个公司 用我家的科技 我可以担保 99% 没有问题 很好 另外一家也是说 99% 为什么到我们 Alpha 我们可以 维持 99% 90% 以上 不要说99% 90%以上 的存活 输行率 是很高的 另外一家 它也是用回 大致上一样的科技 不过它的输行率 没有这样高 可能是80% 90% 打个比方 所以里面过程的因素 也是我们需要做考量的 科技是有了的 不过科技也是要用人手去操作的 不是全部 但人手 就讲 配胎价 他的 体验 他的 技术 还有你 周扎的 装备 用的 料 全部都是 可以保存 你的动软的 储存率 高 或者低 都是有 直接 相对直接的 成效 当然 Cariotec 和 Kito Sato 他的成功率都是蛮高 我也不可以得罪另外一家 Kito Sato 是他的 最好 与我的 亲爱来讲 这两个 科技 都是好的 不过 好像我所讲的 另外一个的因素 也是占据 蛮大的 效率在 这样子讲 你们会明白 比较political 对 其实我们 Alpha IVF 从2013年 就开始用 Cariotec技术了 然后 我们的 复苏力量 是非常的高 然后 再下一个 就是 请问 荷尔蒙针 打排卵针 的副作用 会导致肥胖 之类吗 有些 有些 我的病人说 我打了 那个出排针 荷尔蒙针 我胖了 3kg 在一个星期里面 我胖了 1kg 2kg 这是 因人而异 会发生的 因为你打 荷尔蒙针 荷尔蒙针 它会引起你身体 怎样看你身体 做出相对的反应 有些会 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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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导致你的体重增加 就是你的水肿 会导致你的体重增加 当你需要软过后 当你来个月经了过后 你的水肿 从你的身体排出来 那时候你的身体 就会恢复 你之前还没有做的 那个IVF疗程 那个 完美的 那个体重 下一个问题 卵脂会不会有用完的一点 就是如果他们做这个 可能会有的担心 就是我打了出牌针 会不会用完我的卵脂 不会用完的 如果 因为我讲的 我们做IVF 或者做动卵 这个疗程 我们只是把你那个周期 那个Cycle period 那个Standby 全部取出来 罢了 我们不能预知你下个月 后个月 或者一年后的那个 卵脂的那个数量 当你本身 你的卵脂本身 你本身的卵脂已经出完来了 那时你就会停静了 所以做IVF流程 他不会用完你的 那个 预知 我们讲预知你的 你的那个卵脂 我们只是用你那个周期的卵脂 来做那个 那个疗程 下一个问题 Dr.Lang 请问第一次和第二次 动卵的程序需要相隔多久 我们会建议你相隔一个月 下一个Question 是文书的 刚刚说的那个费用 动卵的费用是一万 一万八千 一万八 然后呢 它是一个Cycle的价格 一个Cycle 之后是每一年呢 当然还是要付 那个冷冻费用的 大概是马币是一千两百块 然后下一个问题 蓝衣生伤回IVF 卵脂质量不好 所以失败了 这回再做IVF成功率高吗 OK 质量 就是要看回 我们会看回你之前的那个IVF 用的 用的出牌药啊 来做一个调整 当然是 如果你知道你的卵脂的 品质会比较差 就是要看你的是不是年龄的位置 的问题啊 还是你本身 的体质上面的那个问题啊 所以需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第二次要出牌打针的话 如果你还是有 有卵子的话 有蛋的话 你的机会还是会在的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35岁 你的那个MH level 10到14 这还算是 普通的 不算比较偏僻一点 还算是OK的 如果要进行动软的话 以这个level来讲 大概我们会取出 大概有8到10颗 大概了8个到10颗的蛋 当然我们做IVF或者做动软 我们也是把你该有 那个周期该有 该成长的那些蛋 我们全部都把它取出来 嗯 就是我们不会取出一颗 或者两颗啊 我们是把该有的 该会成长的 该看到的那个卵子 我们全部都会把它取出来 由我们的胚胎家 来鉴定那些取出的蛋 是否合格 是否成熟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 成熟的蛋 来啊 冷冻起来 嗯哼 最后一个question What is chances of success for women age 48 嗯 48岁 如果48岁是做那个IVF的话 它的成功率啦 它的成功率啦 我比较坦白啦 是很低啦 可能少过1% 嗯 就是要看 要看 也是要 因人要看你本身 要过来做一个神域的检测啦 不过over来讲 48岁 成功率 不会很低啦 嗯 那 其实Alpha IVF有那个 OVA PRP的这个technology 你会建议它尝试这个科技的方式吗 OK 对 我们 我们 Alpha有 推出那个 OVA PRP 就是有那个 雪小板 来苏醒 那个软槽的功能 这个 这个技术 可以 可以 try 看不可以 改善你那个 软槽的那个功能 毕竟这个 这个科技 它不是100% 有成功率100% 不过 有成功的案例 在国外 有成功的案例 它可以改善 那个软子的 那个 功能 那个功能 对 好 最后一个 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 还有新的 question 这个 Dr. Lam 刚才有提过一点点 可能 Dr. Lam 还可以再说多一次 Dr.请问 IVF之前 需要吃什么 supplement 来提高 卵子和精子的质量 嗯 OK 先谈 男生先 如果要提高 精子的品质 就要看它的精子的品质 大概 有没有问题 先做一个精液的检测 那个精子的检测 如果要我们所谓的 如果要吃一种supplement 来补充 就是吃所谓的补精药 补精药 补精药里面的成分 大致上都是那几种 就是吃Zing 里面也是可以有包含 Core Enzyme Q10 Folic Acid Carnitine Cerenium Alginine 这种supplement 也是会改善男子精子的品质 OK 第二点就是女生的 那个卵子的素质 女生卵子我们建议的 就是吃那个Core Enzyme Q10 还有吃那个Vitamin D 那个Denmark 另外的在市场上也是有蛮多的那个保健品 里面也是有Cerenium Carnitine DHEA Emosito 这些全部 就是因 那个女生的 生脂的那个 那个质量来做 看看是不适合吃了 不过No harm 毕竟这些是一种supplement 你吃了也不会对生脂有多大的那个影响 好像华人讲的 要吃要饭 你没有饭就没有饭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 回归回归整体就是你的生活作息跟你的吃的东西方面都是有比较大的直接的那个影响 所以你的生活作息也是需要做一个调整 嗯 好 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来到我们的尾声了 Doctor 那你最后有什么summerize 有什么小贴士你要给大家的吗 嗯 所以啊 动软 是 是一个 我讲动软是一个好像女生买的一个生育保险 可能你现在还没有需要用得到 不过很难担保你以后 啊 可能5年后 10年后 可能遇到你啊 可能另外一半 有想要结婚生孩的那个念头 那时候如果你有动软 啊 你已经做了动软这一块的话 你 你就不会有对自己有一个 以后有对自己有一个遗憾了 啊 所以你就会对得起自己了 有一个交代 其实动软不是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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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新的一个科技了 它的 它的历史上已经有超过10年了 是 之前没有这么多人会提起这个动软 随着女性 女强人的崛起啊 工作啊 所以 四分人龄一直被推辞 结婚啊 升职的那个年龄也 逐渐的推迟到35岁 甚至到40岁 所以动软是你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 嗯 对我们 可能就是以后想的方法 想的想法啦 就是可能 我只是想 我是怕以后我会后悔 万一将来我想要孩子怎么办 你还有一个退路 有一个保险 在后面再一个支撑着 嗯 谢谢大家今天啊 来看我们的直播 谢谢大家 我们啊 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 拜拜 人有点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